第一次失恋,你安慰我 第一次面试,你鼓励我 你是我的伴娘,我最好的朋友 但有件事,我还是对你说不出口 我染上了爱之病 我不知道你会用怎样的眼光看待我 我们还会是永远的直击吗 害怕失去最好的朋友 是我带他念出这封信的原因 爱之病患,需要支持和鼓励 让我们踏出这一步 了解他们,接受他们,支持他们